现在在Purse 然后在Purse吃早饭啦 我们到蓝房子这边啦 真是空无一人的感觉 现在呢就坐在了这个 巴色顿站桥的小火车上 嗨 我们又见面啦 嗯 现在已经回到了Purse的City 嗯 我们现在在Purse的Elizabeth Quay 我们去这儿这个Elizabeth Quay转一转 带大家看一下这边到底长什么样 走 看不见啦 接下来就是沿着这个河岸 这个桥玉就往前走 客户的人周末的时候 回来就在原地沿着 风光啊 玩啊 跟我们算算算那种风格差不多吧 整一个这个 这一块区域就是还蛮悠闲的 我们现在在这个 伦敦康 这也是一个小的文化艺术中心那种感觉 整一条街道看上去就是很漂亮 它上面都有那种 花啊什么的 我们现在呢 来到了 Perth 的一个教堂 对 它叫 St. George 然后这个教堂就是很大 很很壮观的感觉 然后它有大片的那个草地 你可以坐在这个草地上面 就吹吹风啊 然后可以 picnic 什么之类的 绝对都可以 然后这边草坪上有很多鸽子 它们在吃午饭 对 但是我们一坐过来呢 这个鸽子就去另外一块草坪上吃午饭了 就吃我们都饿了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也去吃个午饭了 是啊 而且我想喝杯奶茶 那我们就去喝奶茶吧 找奶茶去 走 我们来到我们吃午饭的地方了吗 我不知道呀 好像是这里 那是很抽象的地方 这里叫140 Perth 是吗 现在要有没有吃的吧 吃 吃香 吃啦 吃啦 我们现在找到了一个就是Swan River的一个小沙滩 然后它很平静嘛 然后它这里可以看到整一个CBD的那个风貌 然后我们在这个寻找天鹅之旅中 发现了这里有小天鹅 有两只小天鹅 还发现了罗特尼斯岛的渡轮也正好在这个点开回来了 是吗 真的 罗特尼斯岛 我们下一期视频就会介绍它哦 Kwak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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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旅 这里还是挺安静挺宁静的 这里有绿色的草坪 然后可以坐在这个草坪上面 然后看到整个河岸的这个风光 还是挺悠闲的 对 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地方 一个方式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悠闲的方式来结束非常悠闲的这么一天 那我们PERS的这一期VLOG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 希望大家看了我们这个视频以后呢 可以了解到更多的PERS 也希望我们提供的一些信息可以帮助到大家 那我们在下一期的VLOG再见吧 下一期VLOG再见 拜拜 我们到罗特尼斯岛了 断尾癌带鼠是怎么拍照的 就是这样 趴在地上 撅起屁股 拍照一个照片